自身的Laura姐跟爆牙筆 她超过10年 白湾YouTuber蔡阿嘎 经营频道多年身边不少老战友 没想到如今却传出 与元老级伙伴彻底死破裂 案子推出去前进了 我们言之就是负责找钱 与蔡阿嘎共事超过10年的Laura 在团队中 单元也无公关负责接各的案子 这两工作室贴文都封她为最强公关 堪称蔡阿嘎的幸福大将 但这回两人疑似婴 近前就分闹翻 蔡阿嘎六号晚间 在社群平台发布声明 强调Laura个人不法行为 严重违反公司政策及工作规则 造成重大损失 不得已终止双方牢固关系 现已委托律师处理后续法律程序 而消息一出网路上议论纷纷 有人怀疑她可能是买包买上瘾 缺钱后动起歪脑筋 还有人曾说跟Laura谈合作案 但她答应后却又搞失踪 打坏蔡阿嘎名声 而法律人士也分析 Laura可能以蔡阿嘎名义做了 涉及未造文书等不法行为 还牵涉到金钱借贷或投资 一翻开床底 金湖连连 据了解Laura相当喜爱收藏名牌包 跟卖伙伴笑称是最懂精品的人 这回事件爆发不免 让人联想买包的钱到底从哪来 因为阿嘎太爱惜礼貌了 我们本身在公关上有太大的危机 有危机的都是客户 你看多公关啊 常常公开告白老板 但这回去让蔡阿嘎忍痛开除 其下十年自身员工 昔日老战友同框画面 恐怕再也不复从前 近新闻黄玉婷赵世渊采访报道